我們隨著資訊科技的應用非常普及 戲房的作品 英文就是Parody 在互聯網上的變得非常普遍 因為大家都有言論自由 大家用不同的形式去發表自己的意見 不應該限制大家的思想 所以不應該負上銀行責任 有很多網民一提出新的資訊 就說網絡23條又回來了 我覺得網民或市民是不明白 不瞭解政府為何要這樣做 有些人認為既然這些戲房 到現在還未有人被檢控 是不是很安全 這是否對的呢 在上個立法年度 因為二次創作等問題而各自立法的版權修訂條例草案 上星期在港府大令之下重返談判場 展開為期三個月的諮詢 並且推出三個方案給大眾研究 我們在今天會發表一份諮詢的文件 就會提出三個方案 包括就著戲房的作品去提供認事和文事方面的決斂 以及相關考慮的因素 我們希望市民能夠廣泛討論 政府提出三個方案 方案一 澄清現在版權條例的相關刑責條文 即是戲房作品有機會負上刑事及民事責任 方案二 為戲房作品提供面刑責割面 但仍然有機會負上民事責任 方案三 為戲房作品提供公平處理的版權割面 但是不涉及民事或刑事的責任 但是市民對這三個方案似乎還未了解 更加不明白什麼是戲房 不太清楚三個方案的分別 我反而覺得二次撞撞我理解 戲房我不是很理解 反而政府現在所說的字就不理解 是呀我不理解 我覺得戲房這個字令人不清晰 什麼叫戲房 我不知道 即是你不清楚戲房 不清楚 二次創作那個 那個 過去一路大家說開 都明白說什麼 那突然那句話 那很多人就覺得 是不是 那個定義不同了 我們在過去立法會討論 這個二次創作問題呢 是不是有些新意思呢 一般的市民 不去網民 我想這些景點 真是不太了解 即是我也真是不太了解 譬如說 二次上的模仿大賽 那這些是否已經是 入這個戲房 即是會有問題呢 剛剛的蔣麗華議員在這裡 看完蔣麗華議員 是扮演我一個 就是功夫的女儂 或者是圓秋 就模仿這個蔣麗華 那是否又是這個戲房 或者是剛才莫麗華議員 那些不是反權 其實就是我另一個問題 我也不會說是對 還是不對 因為這個是政府的責任 去解釋 那個幾個方案是怎樣 我覺得這個肯定 現在是未做足夠的解釋 但是真是要花時間去理解 那個內容 去理解一下外國的一些做法是怎樣 譬如剛才說 有些概念上的事情 真的要想清楚 譬如所謂豁免 是代表什麼 還有 有些情形 這個的確是牽涉到一些法律上的概念 譬如網民會很緊張 那個定義是什麼 但是定義這件事 有些時候 究竟寫得很清楚 好死好 還是寫得它寬鬆一點好 政府表示 願意秉持最開放的態度 趕納意見 但是首當其衝的網民 看來不接受政府的三個方案 由網上討論區網友組成的 鍵盤戰線及二次創作權關注組 就在7月11日發表聲明 表示堅決反對政府任何番丁 以01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 並且要求政府全面豁免二次創作所有的法律責任 我不太認識 但我現在覺得 不需要 改這些例過 我看不到有什麼需要 二次創作 我覺得是沒問題的 互聯網上 大家都是發表自己的意見 二次創作是其中一個發表自己意見的渠道 只不過是用一些圖像的修改去表達自己的意見 另外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 網民不信任政府 覺得他無論做事還是不做事 或者做什麼都對他完全失去一個信心 版權擁有者很多時候也過分地保障自己的利益 他就會覺得你動一點我的東西 我都覺得最好保障我最大的利益 就不容許你這樣做 如果市民是對政府、網民是對政府完全不信任 那他們說什麼都不信 現在那個困局就是我覺得有一部分是在這裏 有版權持有人就覺得 只要不影響他們的經濟利益 二次創作是無限歡迎的 我會看它是否一個謀利的性質 如果是網上或坊間的朋友 對於一些原創作品 是他可能再加上自己的創意 然後帶出一些諷刺 意味是跟大家分享的話 其實我覺得這樣是無傷大家的 但如果是借別人的原創 加了你自己的小事上去 然後再去謀利的話 其實就是利用了別人的作品 這件事就不能接受了 反而是借我那個再去諷刺另一個層次 又或者其他的作品 令到那個範圍的影響力更加大的話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分享絕大的精神 所以最簡單最大的底線都是 不是借你謀利就沒問題了 有西方國家認為 香港的版權法例已經落伍 嚴重的話 香港更加可能會遭到制裁 要找到一個兩全其微的方法 看來解零還衰是零人 因為牽涉到現在 那個政府面對的難題 就是說 因為真的有很多其他的部分 是處理真的侵權的情況 那些是真的有壓力 包括外國的壓力是需要立法的 如果不是 你真的有個可能 就是說我們香港 你不知受到一些外國 尤其是歐美國家的一些制裁 那說制裁這件事 已經十幾十年 香港沒有聽過被人制裁的 但是現在都去到幾吻水的位 因為全世界可能 除了一些很落後的國家之外 或者一些極權國家之外 其實真是先進的法律體系的地方 其實就是每天都立法 是我們香港立即都立不到的 所以這方面政府是有壓力的 但是呢 問題就是 網民現在 他要去分析這件事去理解的就是 其實 是不是一個平衡 一定是他會失去了一些權利 網民真的要想 當然我也有些問題 未完全解答 但是網民要想 究竟 拿了這些豁免 好些 還是說 不拿這些豁免 繼續 當是一個保持現狀 因為其實現行是沒有豁免 沒有豁免就是好得你 但是 現在的問題就是 大家很害怕 你給我一些豁免 你是否陰我的 是否到時那個界定是很窄的 反而你會借一些衣服去動我的 我覺得這個真的要回頭 叫政府要解釋得清楚些先 我目的真是希望找到一個平衡 之二 啊 對 我們這些群人 我們可以做 我們可以做